就连强迫症看了都忍不住点赞的视频 到底有多治愈 男人利用三百根野生原木 在参差不齐的崖壁下面 打造出毫无违和感的庇护所 连灶台都是利用天然风洞把灶而成 小伙名叫王德发 一身外战没有家 来到荒野找温暖 有了房子好成家 在布满杂草的悬崖峭壁下 他发现了一个天然石洞 打算在此安个家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简单清理周围杂草后 去附近砍了根细木棍 把木棍的一端削尖后 就得到一个锋利的铁锹 有了衬手的工具 看起活来都带劲 没一会的功夫 就把周边的土翻新了一遍 接着去附近收集一些上等的原木 将木头结成所需大小后 再进行精雕细琢 把木棍枣孔开口 这样组装在一起进行固定 就得到一个石木框架 随后把整个原木 用斧头披成一块块大小均匀的木板 接着就是精细化操作 一根根细木板碰碰碰定上去 这画面感太强 像是敲在了脑门上 严谨的它就连边角角的地方 衔接的都如此完美 这样就得到一张纯石木大床 有了木床 地板自然也少不了 讲究的王德发 自然要先规划好大体的区域 然后用两根木棍当作龙骨 再把地板分别整齐滑衣的排列在上面 就连过道的地方德发也没放过 这样既美观又实用 为了使其周围更加干净 德发还在庇护所周围 均匀地铺垫上了一些光滑的鹅卵石 做好这些还不够 王德发又找来粗壮的原木 他用工具在木头一侧凿了四个凹槽 为了方便安装 木头的一端也被削尖 等处理好后 王德发分别按照崖壁的尺寸 合理地把长短不一的木棍 分别安装在崖壁之下做支撑 随后找来隐身木板 开始给庇护所安装墙壁 严谨的他就连一厘米的误差都要找平 真是一双巧手拯救所有 就连木门的安装都选用损帽结构 不费一丁一卒 完美地对接在一起 而窗口的位置 为了和木门更加协调 又找来一些细小的竹棍 把木棍结成所需大小 这样就得到了自成一派的门窗 德发的外债就是这么来的 庇护所侧面则是用木板填充 抄出来的部分锯掉就好 这样既保温又防风 完美地与牙壁融合在一起 看起来毫无违和感 为了在天黑之前吃上美味的晚餐 王德发又在庇护所后侧 挖了个天然的坑洞 随后利用泥巴与水的组合 搅拌在一起后 团成泥球状 就这么一层泥巴一层石头的垒了起来 缝隙处的位置则是用粘土沽上 摇身一变成了农村土灶台的样子 老样子点燃灶台 给烟囱进行烘干 忙活一天的王德发 准备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而这种干锅土豆片 则是最好的选择 既有营养又抗饿 吃饱喝足后 在壁炉的温暖下 安详地睡了过去 记得点赞关注哦